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科技医学手段层出不穷 许多人把经过高科技医学手段的干预后才死去 看作当代社会人们的常态生命结局 把有技术而不使用视为一种人生的遗憾 却无视那些高科技医学手段对病人尊严的可能伤害 并默示中末期病人维护死亡尊严的欲求 应该说这是一种现代医学情境下的社会悲剧 当然病人的死亡总是让人感到悲痛的 我们也能理解家属们试图避免或延缓病人死亡 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然而我们也必须同时理解医学的有限性和死亡的必然性 无论医学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改变人类生命的必死性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谈论尊严死亡不是在谈论死与不死的问题 而是在谈论如何死亡 谈论在好死与坏死之间的选择的问题 这不是要否定医学的意义 也不是在贬低医学技术 而只是理性地认识到医学的有限性 实际上 医学不应单纯地追求上病人活着 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医学 它不应只是简单地追求人的生存或者存在 而是必须要问 这是什么样的生存 这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当有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意味着已经开始真正从病人的立场出发 考量怎样做才能对病人好了 尊严死亡的理念告诉我们 中末期病人并非一种客体性存在 而仍然应该享有常人的道德主体地位 他们不应该被他人随意支配 而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方式拥有支配 与角色权利 考虑中末期病人的道德主体地位 帮助他获得尊严死亡 好 尊严死亡理念的这些启示 你都理解了吗 当你有一天 面对一个中末期病人时 不要忘记尊严死亡理念 所交给我们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忘记尊严死亡道德主体地位 我们都可以忘记尊严死亡道德主体地位